有否想過描寫南宋名將樂飛的滿江熊 或是新疆民謠《百靈鳥》在香港電台會是禁歌呢? 又能不能想像上海樂團、東北習記團的演出 是不適宜在香港出現的共產主義娛樂呢? 這些不是想像故事,這些是真實的歷史 發生時間只是距離今日不是很遠的四五十年前 那是香港被殖民年代的政治審查 英國人定出來的千奇百怪規矩 簡直可以當獵奇故事來看,這樣也可以? 沒錯,這樣也可以,而且是白紙黑字寫明的法律 行之有效了很多年 所以禁約寒蟬這四個字是一句成語,是一個現象,更加是一個時代 不過禁約寒蟬今天也是一本新書 作者是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 吳凱傑教授,日前聽他為一群資深傳媒人分享研究 香港政治審查史的歷程,大家才驚覺 原來我們對自己這一片曾被殖民的土地認識太少 從此我們要為下一代留下歷史廣傳更多 吳教授的新書《金約寒蟬》副題是 《港英年代對媒體和言論的政治審查》 1842到1997 看這個副題就明白為何我說金約寒蟬其實是一個時代 因為享受慣自由的我們,完全想像不到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 那些我們今天常掛在嘴邊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創作自由,藝術自由 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這本書是吳教授2022年在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一本 《學術專注的中譯本》 內容主要是透過解密的歷史檔案 去詮釋香港的自由到底是怎樣來的? 當西方輿論不斷批評今日香港自由收窄 當好多香港人以為我們享受的自由是英國人留下來的珍貴遺產 這本書一頁頁的解密檔案就令大家看到截然不同的風景 大家一定沒看過的第一個異象就是滿報交叉和洞洞甚至留白的報紙 這裡指的不是開天窗,而在一段報章報道中會無端端出現很多 靠叉靠叉靠叉,或者一連串的空格,點點 甚至直接寫著被檢去,全民被檢查處抽起等等的古怪版面 原來1920年到1940年 當時正直海原大罷工,省港大罷工的動盪時代 港英政府針對華文報紙特別進行每天的預審 立法和司法部門只用了三分鐘,完全不需要辯論 就通過了一項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授權港督可以制定審查、控制和取替出版物 並成立一個叫香港報紙檢查處的部門 所有報紙每天排好版,做好紙樣後 就要將報紙送審才能附印 由於那個年代沒有電腦排版 排好版的紙樣很難再重新修改 於是報道中如果有被檢查處刪去的部分 老總只能抽起紙粒,用靠叉、洞洞或者方格來代替 於是就出現了印出來的報紙偶然會有奇形怪狀的劉伯 那個年代報紙不多,所以這個香港新聞檢查處 主要是由一個叫劉子平的 副華文政務司領導 帶著兩個全職新聞檢查員 每天由下午4點開始開工 輪班工作做到凌晨1點半 細讀所有華文報紙新聞稿的 每一行每一個字 原來香港的新聞 曾經沒有自由到這樣的程度 到底什麼時候開始 英國人才慢慢放手 將自由送回香港人呢? 甚至令新聞自由 可以像《蘋果日報》般散播謊言呢? 劉代,下回分解吧! 《蘋果日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